雖然我們說生命的起源一開始出現的生物是比較單純的是原文的生物 那但是大家要知道現在有沒有原文的生物 有 現在還是有細菌 那我們跟細菌雖然說在外形上有這麼樣不同的差別 就是大家要知道我們跟細菌都經過了一樣長的演化時間 如果生命在好幾十億年前起源了 那他們也是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所以只要大家現在看得到的生物都是經過一樣長的演化時間 那他們怎麼會經過了幾十億年的演化時間 跟過去沒有很大的差別呢 而我們為什麼經過了這麼長的演化時間 我們變得跟過去有這麼大不同的 有這麼大的差別這麼不一樣的 所以當然你也可以說因為那些微生物他們超厲害 他們在幾十億年前就是一個很棒的形態 而我們就是在一路上這個跌跌撞撞非常的辛苦 所以呢不斷的有很多的兄弟姊妹然後死亡淘汰 馬上留下母人 好 好